財資大度 林潔營 何文堅 好了 繼續回來財資大度 這部分是7時半之後 我們要更新一下最新的情況 尤其是疫情的情況 因為即將就是明天9月1日會開學 大家都很關注疫情方面的安排 一些接種情況是怎樣 我們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 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教授 早安劉教授 早安 早安劉教授 其實我們現在的疫情一路反彈上來 其實都是單日確診有8000、9000宗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接下來的疫情的發展是怎樣 特別是接種 因為接下來9月1日就會開學 其實情況又是怎樣 其實昨天我們都開了會 專家委員會和特首和各位局長 其實得出的結論 其實都顯現意見的 這個疫情其實就向上升 其實是很重要的 情況都令人很擔憂 尤其是對我們公共的醫療體系的壓力 是與日俱增 昨天醫管局都再次重新檢診了所有的數據 大家昨天430都聽到了 現在醫管局要照顧病人 已經逼近3000宗 現在是2500宗 其實已經啟動到 我們叫第三期A的那個 所謂服務模式 這個服務模式是怎樣去理解它呢 變成它會影響到我們大概有四成的 其他的正常服務 因為你一定要調動人手、床位 才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那我作為一個醫科醫生 那一兩個星期已經感覺到那個壓力了 因為我們醫科病房根本就收不到病人 現在那些醫科的病人已經要去分流去打人的病房 那你可想而知 打人的護士等等是沒有照顧小朋友的經驗的嘛 那你談何容易 而你有床 但是你哪有這麼多醫科的護士去照顧病人呢 那所以一定要怎樣去壓制這個上升的軌跡 否則我們的公家系統那個醫療體系 是會真的面臨崩潰 大家都不想再見到年初第五波那個疫症的時候 要啟動到一個定點醫院 那其實離開要定點醫院那個區間已經是很接近的了 現在因為這樣做就可以調動到大概4000張床 有40%就是我們非新冠的服務受影響 如果再升一級就去到第三期B 就要調動多一千張病人床 就是大概有一半的服務會受影響的 那你想想現在我們每天八九千宗都未去到頂 我早兩天已經在電台上講了 如果用新加坡的數據來說 其實我們現在都未去到封頂 封頂的估算大家都會覺得是去到一萬三四千宗上升 前兩天我都講了 那這個是中位數 上限可能去到兩萬宗 如果下限就一萬二三千宗 那那個就視乎我們現在會做些什麼 那怎樣去做好這件事呢 就要幾樣東西可以做的 如果用市民的層面來 即是市民的角度 是用市民可以做到的事 可以幫到整個社會幫到社會去打針 那我先講到幼兒 那昨天都檢定了幼兒小學和中學生打針 怎樣增加誘因 那我當然完全贊成中學生 到九成人打三針就才可以全面 全面授課 即是全日授課 全日授課 是的 全日授課 那那個其實已經有兩個月的時間 那我都講了那個數據 那其實我們第三針 在中學生的層面 是大概一半多些 差不多六成打了 那四成 那你計算一下 那是十幾萬 二十萬人左右 只要我們努力一些 學校去推動 如果打針就直接去問他們 為什麼不打針 有什麼困難 甚至找醫生去解釋 那校長老師都再加把勁 叫他們去打針 真的不難達到八九成 但第二針和第三針 現時的間距要求是半年 有一個說法應該會縮短 是的 我知道 會縮短一點 有縮短一點的了 譬如你打復必泰那些 本來說是六個月 現在就去到五個月 其實很多都應該接近這個數字 可以去打的 還有另外那些數據 你打什麼三針都可以 你無論是打復必泰 或者是打課慶 到最終的效果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就是絕對沒有分別的 已經剛剛有一篇文章 又是出來了 香港大學 班卡林教授發表 所以不要去驅逆於哪一種針 總之你打夠針就可以了 至於小學 幼稚園生那裡 明天開學 就會啟動我們一個叫做 學校接種隊的服務 你知道那間學校有十個人肯打 就會不停循環式跟你洗樓去打 現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使家長明白 作為一個家長 如何保護自己的小孩 保護香港 不要再好像年初那時 受到疫症的有論摧殘 當然幼稚園生和小學生的第二針的接種率 大概去到65% 我自己覺得如果這個接種隊不停去努力 是有機會在兩三個月之內 將第二針的65%再推到90% 第三針當然很閉嘰 只有10% 但是那個當然已經打了第一第二針 接著就會打了第三針 至於三歲以下的 因為第一針大家都知道得一成 那個策略是怎樣的呢 就會在武衛健康院 昨天都跟衛生處的同事講了 那些媽媽進來真的要不停跟她解說 為什麼這麼緊要打針 我真的不想再見到有瘦子 有腦炎或者思考要插頭 入深切治療部 需要個個都憂心忡忡 真的不可以這樣 這個就個人層面 如果用全香港的層面來講 我們真的不想見到 醫管局那個服務會面臨崩潰 現在就沒有崩潰 但是已經是接近到人力極度緊張 所有那些醫管局的同事都很辛苦 我們聽到有些急症 譬如現在夏天很多人做活動的 短骨的或者不可以等的 半夜三更都要籌謀 怎樣找些人力去再幫他們去處理 怎樣做癌症病人呢 我自己都有一些朋友親戚 那些癌症 剛剛發現可能是癌症 再去醫管局去處理時間 都不是好像以前那麽 那麽暢順 當然他們都會駁盡他們的能力去做 但是不多不少都會受影響 所以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現在只有八九千宗 之前是去到七萬宗 所以我們就可以坐定定 絕對不是這樣的意思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是極度淒涼的 在全世界 在我們自己都明白 不可以再重複這件事 當然我自己覺得 就不會去到今年年初那麽高 但是你想一下 那時候是七萬 如果我們去到兩萬 那麽這個數字 你都會覺得很… 劉家索 想問一下 昨天其實港大方面 也有說了一個 即打針方面 分析心肌炎病例的情況 其實有這些訊息 其實家長方面 可能都會有疑慮在這裏 怎樣釋除家長方面的疑慮 特別是一些應有疑方面 如果真的要打針的話 那麽現在這樣說 五歲以下 是不能打這個普必泰的 而科興是絕對沒有這個心肌炎 跟那個背景發生率是沒有分別的 是沒有分別的 那麽所以有時候 當然那些同事 很希望將他的研究成果 公諸於世 那麽其實這都不是新的數據 那麽只不過也是有一個記者 發佈會 那些記者又再報一次 那麽這些我們完全都是 完全知道了很久 五歲以下 打科興是沒有這個增加心肌炎 沒有增加這個心肌炎的 那麽跟那個背景發生率是沒有分別的 是沒有分別的 那麽所以五歲以下的 那麽只打科興是沒有分別的心肌炎 那麽主板 那麽太有心肌炎 那麽已經是將 他那個 所謂當時他做的那個研究 是去年的了 那麽已經是將他 減低到很低的了 我們將第一、第二針 第二和第三針 已經拉遠了很多的了 那第二針和第三針 就拉到五個月了 那麽那個真的可以 將它再減到十分之一 那麽基本上 都接近那個背景發生率 那麽這樣 但是如果你再是這樣 譬如你是五歲打上那些 你如果真是很害怕心肌炎 你就轉打科興了 很簡單 現在都知道 你打完兩針 怎樣說呢 復必泰 你想轉做科興 都沒有問題的 真的沒有問題的 那麽那個數據已經出來了 已經在余覽那裏 總之你打齊三針就可以了 你無論打哪一種都OK 你打完兩針 科興轉去打復必泰 打完兩針 復必泰轉去科興 最後能夠減低死亡和重症 是沒有分別的 那麽如果你真是很擔心心肌炎 那就轉打科興了 尤其是你已經打了兩針 另外有些家長都擔心 即是接下來開學 那不上學 其實對於學生來說 都影響很大 是網課 或者學習上面 或者是同樣交流 但是上學的話 會不會擔心那個疫情 現在在那個來勢空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呢 就在學校那裏爆發 那樣都檢視過那些數據的了 其實在學校裏面 因為每日都有快測 這個歸功於這個衛生署的同事 在早幾個月 就是安排了這種這樣的 每日快測 真是減低了由社區流入去學校 然後在不知不覺之間爆發 因為你雖然說快測不是最準 但是你每日做 加起來都不錯的了 所以它那個發生率是低的 因為它如果多過某一個 百分比或者多少個中數 它已經會全家學校刪掉它 或者個別班級刪掉它 這個就叫做精準防控 或者精準服償 就變成了我都認同教育局現在的取態 就是半日售貨面售作為基礎 然後怎樣增加這個誘印去打針 我早兩天都在電台說了 其實它挺好的 它現在不是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被那些中學生拘捕到三針 因為你現在三針已經去到六成 我看到那些中學校長 家長 那些同僚和那些校長都很認同這個策略 他說加把勁 因為我們知道教中學生一定要全日面售 等他們有課外的活動 包括當然運動 另外就是管樂 其他不需要怎樣說 有課外活動會不會增加的風險 例如剛才說管樂 甚至可能一些體能上的運動 可能真的要脫口罩 那些當然要脫口罩 有些運動你不脫口罩 你怎麼打得好 你打排球你戴口罩你差不多好 所以你當然要脫口罩才去打 你吹管樂你怎麼戴口罩吹呢 那個有因就是你打了三針 如果你全家打了三針 三針九成 不要說全部 九成幾 然後你真的做管樂 還有那些運動很劇烈 那些不可以打口罩游泳 你不可以打口罩 那你那個真的會有風險 那個機會是極低的 因為你天天都在做快測 你已經有幾層保護 那我就絕對認同是 應該打完三針 就應該可以給他們 去做一些這樣的活動 那當然只有一個月 那一個月 那如果你是銀樂隊 你是運動隊 那你只有一間學校 幾十人 你就去打了 那打完三針就做了 那你整個學校 有講幾百人 還沒打第三針 你就多給一個月 就十月一號 那所以那個時間 那個啟動 都是有一些思量的 我覺得真不錯的 就是這次 就是一個月 總之個人的 你快點去打第三針 如果你整間學校 我多給一個月 你到十一月一號 那你務求我們中學生 去到十一月 就已經全部三針 基本上九成幾打完 因為有五、六個百分之 真的不能打 或者有些原因 不可以打 那小項如此類推 那你便推他打第二針先 那接著去到第三針 第二針去到六成幾 如果我們加把勁 又是這樣 做剛才說 那些道校服務那些 團隊不停 循環式這樣 去洗地 我們叫做 那就可以洗到九成兩針 那去到第三針 都可能去到一半 嗯 防疫、抗疫 都是大家都要出一分力的 那今天我們 跟劉二龍教授 先談到這裡 多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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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